听次家门口5天,屋主遭检举34张罚单得缴3万元,记者取正于翻设,分享听次家门口却被开红单,桃源市八德区且宗里附近住宅区,上月有民众检举有人为庭红线,警方接获检举后连续开出34张罚单,昨日遭检举的陈先生一次收到油柴送来大礼,差点没下晕, 但因为自己违法在先,还是得缴轻罚单,投诉人陈先生说,六七年前担任领长时,因为自家工厂刚好在前东里内,接外销订单时常需要大货柜车进出工厂,但碍于像弄狭小道路两侧,用一堆民众停车进出困难,因此向市府交通局申请自家门口华红线,不让他人随意停车, 但此举引起特定邻居不慢,陈先生若停自家车在门口,时常被邻居检举,没想到昨天陈先生突然一次收到34张罚单,陈先生认为相当不合理,由于是每两小时检举一次,就是针对我八个分局交通组指出,民众经由交通大队网站检举系统,属于合法检举管道, 警方将严格执法,警方表示,划线容易图线难,民众若有需求,可向市府申请会刊,由交通局评估是否可图销红线,陈先生无奈表示,真的是自己拿石头砸自己脚,没料到过去划红线举动,竟让自己车上三万元罚单,将带邻居返家后,好好协调此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